大爷20年前花3400买粉色水牛 如今竞成了宝贝 28万都不卖 一头牛值多少钱 一般的成年牛身价在15000到20000左右 然而 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古智县 却有一头牛的身价高达28万 即便如此 他的主人邓文根依然拒绝售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头牛到底是什么来历 先说这头牛的来历 事情还要说回到2001年 邓家人买牛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全家人的负担 并帮助提高耕种效率 可惜在古智县当地的牛市上没有找到何心意的牛 事情就这样担惰了下来 一直到秋收结束 邓文根的父亲邓文仪 受到老朋友的邀约到泰国旅行 偶然在那里发现了像一团粉色棉花糖的小水牛 从未见过粉色水牛的邓文仪 立马新生好奇 在旁边观察了很久 越看越喜欢 觉得他就是自己心意的牛 于是立马请朋友帮忙打听 找到了小牛的主人上门去购买 为了说服不愿意卖牛的主人 他天天上门软磨硬泡 并承诺一定好好对待小牛 最后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离谱的高价 1200万越南盾 折合人民币3400元 才终于将小水牛买了下来 买回这头牛以后 朋友 家人邻居都觉得邓文仪脑子有病 花那么多钱买了一头未成年的小牛肚 虽然外表看着可爱 但对农民来说 能干活才是王道 不过邓文仪对这头小牛信心十足 一直精心呵护照看着 好在小牛也没辜负他的恐信 力气比普通黑水牛还要大 干活劳作十分有用 让邓家人全都放宽了心 周围的邻居也对这头能干的粉牛羡慕不已 不过粉色水牛在能干 归根到底还是牛 就算他力气比较大 也只能证明邓文仪花费的3400元没亏本人 他又怎么会变成身价28万的宝贝呢 当粉色小水牛逐渐证明了自己在劳作方面的价值以后 就得到了邓家人的真心看重 在越南这样对耕牛十分重视的国家 这种外表奇特又特别能干的水牛 也得到了周围邻居相亲的赞扬 不少人都把他当成吉祥物来爱戴 逐渐让粉色水牛的名声越来越好 2020年发生的事情 更是为水牛添加了一些神秘色彩 这年的7月 年纪不小的邓文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邓文仪的遗体入土时 这头水牛突然挣脱牛棚跑到了坟地 跟其他跪拜的子孙们一样 前置弯曲 跪在了邓文仪坟前 似乎也在为逝去的主人哀悼 当然邓文仪对水牛也是真的好 临终前还特意将儿子叫到床前好声嘱咐了一番 称他不是简单的水牛 而是一个宝贝 经过这19年的朝夕相处 邓文仪本来也对粉色水牛十分在意 如今见他这么同人心 再加上父亲的殷切嘱咐 他便更加细心地照顾水牛 将他看成了家人一样的存在 一直到2021年2月时 当地的财神节即将来临 一家彩票店老板上门来找邓文仪 打算用粉色水牛做广告 无数游客的视频和照片 彻底让粉色水牛闻名全国 甚至名声传到了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 粉色水牛的奇特外表和灵性的行为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 不少商人都找到邓文仪来出价 打算购买粉色水牛 最高的一个富豪 给出了11月难顿的高价 折合人民币28万元 28万人民币的价格 是当初粉色水牛身价的80多倍 就算20年前的钱更值钱 3400元也不过相当于如今的35000左右 其中的身价翻了好几番 对邓文仪这样的农民家庭来说 是绝对的一招报复 不少人都羡慕不已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邓文根竟然拒绝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 邓文根心里不是没有犹豫 只是仔细思考之后 还是拒绝了 因为这头水牛对他来说 不单单是一只耕地的牲畜 而是跟自己朝夕相处了20年的亲缘 是有灵性的吉祥物 并且 父亲临终前还专门叮嘱自己好生给他仰望 说粉色水牛是自家的宝贝 若是卖出去实在亏心 再一个 他也担心买了以后的下家 不会好好对待粉色水牛 万一有人看他外表奇特 把他买回去杀了或者吃了 实在太过作念 即便有些人承诺不会杀死他 邓文根也担心 他们会利用水牛不间断的直播赚钱 一旦水牛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利益 还是有可能被抛弃 在自己家里 虽然无法给他提供最优越的生活条件 但可以保证自己全家人都会好好给他养老 精心照顾他一辈子 好在当地政府也及时提供了相关补贴 自那以后不但粉水牛不需要干活 就连邓文根都不需要专门干活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粉色水牛出去遛湾 跟游客拍照 这样一来水牛能够在主人身边安心养老 邓文根也能得到一份清闲的工作 当地还能吸引一波游客 简直一举三得 粉色水牛就像父亲邓文一说的那样 成了真真正正的宝贝 感谢观看